農業部、食藥署都不願意公布 我們進來是跟哪一個農場 或者哪一個州 它都不公布喔 巴西最少四個州停留感 它都說它是符合世界動物衛生組織 只要看區域 結果對澳洲這裡的區域指的就是州 但是對巴西這個州有停留感 但是養雞場沒有就可以進來 現在民進黨在國內搞政治都雙標 連老百姓的食安也要雙標 對澳洲就是以州來認定 有停留感不能進來 為什麼對巴西就以養戶場 那個區域沒有停留感就可以進來 到底呢 把台灣人民的食安視若無睹 人民要抗議